174例是本土的确定的病例 确实渐渐在减少 确诊数是宣布三级警戒以来 首次降到100多例 但指挥中心强调还不到放松时刻 等要全民加紧打疫苗 提升群体保护力 6月15号将开打124万剂A剂 除了一到三类医护与防疫人员 还将长照机构 牺牲患者 以及75岁以上长辈纳入 只是僧多周少 各县市能够获得多少疫苗数量 指挥中心提出依据 住宿型的长照机构机 是以接种率的六成 预过它的数量 需要在洗肾的人 直接就把它算全额进去 至于75岁以上长者 则是以往年流感疫苗接种率 大约落在52%左右判断 首波先预估一半27%的数量 而为了降低高龄族群移动风险 15号开打 不会限定居住地与户籍地 有些县市更专门出动机动接种队 机动队大概是两个 一个就是在洗肾的单位里面 我们的长者在移动不方便 是有这样子的外展的服务 也建议家中有握床 失能长辈尽早向地方政府提出申请 另外中央针对高风险 中高风险热区 双北 桃园 苗栗等地 下周会再加配5-10%疫苗数量 离岛连江县也会加配2000剂 施打效率高的县市也会持续配送 期盼声声催打早日摆脱疫情 大海新闻 杨云子张略嘉台北报道